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魏晋南北朝、民国时期都是社会比较动荡的时期 但也正是这段时期文坛上大放异彩,涌现无数经典 再说回习武人士,喜欢金庸的朋友一定知道 一到朝局动荡、国家更替之时 就有很多狭义之人出现在江湖上 这也就是乱世出英雄了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自然对武术高手没有什么感觉 充其量也就是在各种影视作品中见过而已 但你知道吗,在晚清,有一大批的习武之人 他们的武术高强 在当时,他们大多抱着金中报国的理想习武 希望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能够改变当时被人欺负的现状 像我们熟知的黄飞红、霍元甲就是这个时期的人 不过,他们都称不上晚清武术高手中的第一 而是另有奇人 那么晚清的十大武术高手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晚清时期的武术高手 1.董海川 董海川出生在河北 从小就跟着师父习武 功夫十分的了得 但是董海川本人的性格非常的暴躁 又加上有一身功夫 经常得罪人 终于他在家乡惹的火越来越多 不得已,董海川就只能离开家乡 四处流浪了 在江湖游荡的过程中 董海川结识了很多的习武之人 他不断地向其他的门派学习功夫 最后融会贯通 集各家之常于一身 自己创立了八卦掌 自成一派 在当时 八卦掌也被称为游身八卦掌 亦或是八卦连环掌 流传至今拥有徒子徒孙无数 也衍生出了多个流派 开支散叶颇广 然而董海川并没有什么震惊全国的世界 唯一闪光点 大概便是和当时的太极全民流 杨露禅的切磋 当时两人在梅花庄中上下翻腾 如履平地 毫不精彩 直到现在 那场决斗都被称为经典 2.黄飞鸿 黄飞鸿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毕竟现在和他相关的影视作品 没有上百部都起码有五六十了 可以说他是知名度最高的习武人之一 但历史上真实的黄飞鸿和影视作品中的 是有不少出入的 我们熟知的黄飞鸿是武功高强 各种招式无一不知 是真正的武学大师 但黄飞鸿的厉害之处 远不止于此 除了武功 他的医术也是一大法宝 在当时的岭南一带 他是非常有名的中医 给很多人治过病 有化陀在世的美名 3.王武 上面的两位大师 都是赤手空拳的与人搏斗 这位王武就不一样了 他靠的是一把刀 他的刀法使得出神入化 十分进展 但他更加出名的 还是他心中的侠义与品德 学成的王武并没有想着威名远扬 而是一心想着 如何救民众与水深火热之中 他与谭四同一起 进行维心变法 企图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改变这个世界 但很可惜 失败了 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兴起 他也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 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功夫 击退外国侵略者 最后在八国联军大举进攻时 他不幸牺牲在战场上 4.韩木侠 除了董海川之外 晚清的十大武术家 还有一位 实用的功夫和八卦相关 那就是韩木侠 那就是韩木侠 原本韩木侠与习武没有什么缘分 因为他的家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但韩木侠从小就对武术情有独钟 并拜师张战魁 过人的天赋 加上勤学苦练 他很快便成为了武术大家 后来他受黄埔军校聘请成为国术教官 手下出了不少名将 在武林界 他也丝毫不惧洋人武师的挑战 战胜了很多外国高手 韩木侠最擅长的就是八卦异象 后面为了传授自己的武学 还在南开大学附近开设武馆 希望能够教会那里的大学生 强身健体 文体全面发展 在南开大学的时候 他还结识了当时还在读书的周总理 和他成为智友 一直到很多年之后 韩木侠都记得这一段友谊 因为对他真的有很深的影响 这位武术高手和前面的几位都很不一样 他严格来说 只能算得上是一位武功高强的人 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位大师 因为他是一位盗贼 李三也不是他的真名 只是他的一个化名 李三在江湖上有着燕子的称号 就是因为他有一身轻功 飞檐走壁十分了得 但关于李三的真实世界 历史上很少有记载 燕子李三的名号被很多人引用 他也被很多武师奉为轻功大师 可实际上 这位被列入晚清十大高手的人 却是一个非贼 使用燕子李三这个名号 比较出名的有河北李锦华 山东李胜武 尽管为贼 但他们都不乏行侠仗义 劫富济贫的侠迹 只能说是值得敬仰的武术奇葩 6.霍元甲 霍元甲是清末时期的爱国武术家 出生于天津的飙尸家庭 因为体弱多病 父亲担心霍元甲洗武后有损货家名声 所以不让他学习家传绝技 谁知霍元甲不甘心偷偷学习 意外被父亲发现学武天赋 便把家传密宗权传授给他 而霍元甲的名气是完全靠自己打出来的 他并没有成立多么大的武会 更没有逃离满天下 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和别人单挑 他的名气就是一场场舞比下来的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强者 霍元甲在天津和上海时 连败多位外国大力士 可惜面对日本柔道高手时 惨遭阴谋陷害 身中慢性之毒 最终遗憾身亡 7.王子平 在晚清的十大武术家中 要说谁用腿是最厉害的 那自然是王子平了 王子平的腿部非常有力量 相传能够举起千斤的物体 所以也有一个千斤王的称号 像我们现在在电影中看到的各路腿部功夫 大部分都是王子平这里改编下来的 王子平不仅在江湖上有着很高的名气 也被官方所认可 在民国时期 他被聘为少林门门长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还被推举为武术协会会长 可见是有真才实学的 被称为南北大侠的杜心武 从小就败在了自然门下习武 习成之后 也继续传承着自然门的功夫 成为了这一派的武学最高造诣者 有着不一般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 杜心武的成名并不是因为 他的架打得有多好 而是保镖做得好 他年少之时 在云贵一带替人做保镖 备受好评 几年后 赶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发展时 受宋教人的介绍 加入了同盟会 后来还成为了孙中山先生的贴身保镖 回到国内 就辅助孙中山展开革命 9.郭云生 说到郭云生 就不得不提他的异行拳了 单单凭着一套拳法 郭云生就打遍了半个江湖 可见这套拳法有多么的厉害 一开始的郭云生 学习的是深学拳 后面学成之后 才被父亲送到山西 继续学习异行拳 没有想到 这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后来为了精进自己的武术修为 他自创了半步崩拳 这种拳法 以距离短 发力猛著称 和永春中的寸拳很相似 当时 郭云生凭借这一拳 打遍大江南北 据传 为了表现出半步崩拳的强大 他曾经让五个壮汉 同时用粗木棍 抵住自己的胸膛 然后一转身 这五位壮汉全数被抛飞 可见发力之凶猛 他就是被称为武圣 在十大武术家中 排名第一的孙露堂 那么他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本事 能够获得如此殊荣呢 首先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师从正统 孙露堂是在少林寺学习的 并不是说少林寺的武功特别的高 只是在武林中 少林是武学的绝对正统 单凭这一点 就已经无可匹敌了 其次 孙露堂本人的功夫 也确实是不错 他一生中参加过大大小小 许多次提款 无一落败 可见他的武功是真的不错 孙露堂不仅能打还能写 他将自己多年来 研习武术的结果都编撰成书 成为了后世武学的经典之作 也为武学后面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武圣这个称号真的是当之无愧 我们评价一个习武之人 最重要的并不是看他的功夫如何 功夫只是一个门槛 功夫再好 也只能是一个能打架的人 而品德反而是决定习武之人成败的关键 看上面的武术十大家 哪一个不是有一颗狭义之心 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的人 即使是现在的太平盛世 我们也应当学习这些习武之人的 狭义之心 报效社会 不知道大家对这十位晚清武术高手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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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